全球月名期待的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将会在1月1号登场 这次的主题是 纪念奥地利的 作曲家200岁名单 熟悉的旋律 美好的乐章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 新年音乐会 将第66度 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 今年刚好是作曲家 布鲁克勒200岁的生日 当然特色就是要 把布鲁克勒的音乐 他写的一个LAND的舞曲 透过改编以后 放到新年音乐会里面来 让大家感受到 纪念作曲家 布鲁克勒名单 维也纳爱乐乐团 将透过音乐 向全世界传达 希望友谊与和平 同时指挥家也是亮点 透过100多位 维也纳爱乐的 团员票选出来的 提勒曼是当代 现在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 而且他也是 布鲁克勒的专家 我们应该会马上感受到 那个布鲁克勒的乐音 也在新年音乐会里面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不可错过的 还有芭蕾舞演出 这次的表演场地 将更具有指标意义 2024年 Sats Kamakut 被欧洲选为 这个他们的文化之都 而Badishan 它是一个温泉的度假圣地 还有国王当年的别墅 芭蕾舞就会在里面来跳 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华丽 精彩可奇的新年盛典 也将由大提琴家张正杰 透过他生动幽默的口吻 在电视转播和高雄卫舞营 陪观众度过2024年元旦 东西新闻蔡秉武 陈建豪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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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